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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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VCR 日本史的可萍 這場好像大家大部分都聽過我講了 所以我在想 我們今天就 看廚巴揮好了 其實 小時候啊 反正我就是很喜歡畫畫 從小就是一直畫一直畫一直畫 然後有一小時候說 我以後要當畫家 從小我哥跟我說他想開垃圾車 我說我要長當畫家 我哥跟我說他想當太空人 我說我想當畫家 從小我就想當畫家 我媽也說好啊那你就去當畫家 那長大之後就發現說 當畫家會餓死欸 不然要嘛就是早死 要不然就是餓死 要不然就是 我也不知道 不然就是像人工那樣就瘋了 我想說算了 我不要畫畫好了 我去做設計 他不理我 但是設計做了一年多 我就開始問我自己說 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嗎 我的設計有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好嗎 然後現在這樣我就有滿足了嗎 然後我沒有更多的可能嗎 我覺得這輩子就拿得比家裡的話 領著22K的薪水就這樣子嗎 不是 在這個時候呢 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一個廣告 柬埔寨 他那時候他就寫著說 五感青年站起來 我們去柬埔寨吧 他說我靠五感青年不是在講我嗎 我就是那個五感青年啊 我這什麼東西都沒有感覺 社會上任何議題我都沒有感覺 我每天想做的事情就是畫畫 然後但是畫出來就沒有感情 所以我才碰到剛剛那樣四個問題 於是柬埔寨這三個字 就開始深深印在我心裡面 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柬埔寨在哪裡 我以為我吳哥窟自己就是一個國家 他根本不在柬埔寨裡面 就是吳哥窟自己是一個地方 我們要飛去那裡 然後跟柬埔寨沒有關係 我甚至以為柬埔寨已經滅亡了 然後第一次去參加說明會 他們就告訴我說柬埔寨是一個年均收入不到 欸每個人每天賺不到一美元 一美元多少三十塊 三十塊我進去便利商店一趟就沒了 買兩杯也要就沒了 然後就我不 我不明白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裡面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 會是一個一群什麼樣子的人生活在這裡 我想像的畫面就是 酬飲產物 他們吃不飽穿不暖 然後一堆小孩沒辦法養 然後光屁股走在路上 那樣很可憐的樣子 直到我真正進到村落裡面 看到小朋友就是瘋狂 他們瘋狂的衝向你 就是有人來看我好開心喔這樣子 這個地方是一個愛知病部女村 他們就是一群除了收入不夠好的之外 他們還有另外的愛知病 然後那個地方是完全就是與世隔絕 沒有人想要進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嗎 愛知病特別是在一些 大家比較不了解的地方 大家會更排斥他們 但是這些小孩子完全沒有受到這些事情影響 他們一樣就是衝過來抱住我 然後衝過來把他們所有東西分享給我 然後我們在村子裡面 叫他們農業什麼的 就是可以看到他們就是竟然這麼燦爛的笑 我就覺得 好像跟我一開始下飛機之前想像的不太一樣嗎 然後呢再來就是BCI孤兒院 第二天我就去到了BCI孤兒院 這個孤兒院真的讓我衝擊非常的大 因為這些小 這兩個孩子 這邊這兩個孩子是我 一進去他們就衝過來找我的 所以就是一整天我就跟他們相處在一起 到要離開的時候 HIM他叫HIM 他就跟我說那個 Apple請問你什麼時候還要回來 我想說我怎麼知道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只跟他想說 嗯我不曉得欸再說好不好 然後呢他就衝過去他的房間 也不是房間就是床鋪旁邊一個櫃子 裡面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就抽出一張色紙然後抽出一個手環 然後櫃子裡面就空了 就衝過來就給我說 Apple那我這給你 你要綁好喔 你要一直帶在身上喔 你要吸著想我 然後我後來我坐上 坐上回去的巴士我就開始哭 我那時候就跟自己發誓說 我一定要再回到這個地方 我一定要為這些孩子做一點事情 於是我就加入了比賽Rabbitz 為這些孩子做一點事 然後想辦法去完成他們的夢想 因為其實在孤兒院裡面 他們每天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肥皂 紙餅 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你知道這個孩子的夢想 是當一個足球選手 他想當一個英文老師 在柬埔寨你有這種可能嗎 沒有啊 連吃飽穿軟都很難 那我還可以選擇說我要去當 我想要當一個設計師 我想要當一個畫家 我今天我不爽當一個設計師 我不想當一個畫家了 他們沒有這種選擇的權利欸 那他們把他們這種 無私分享愛的心情分享給我 我能夠帶給他們什麼 其實我就想要把我這種 能夠選擇的幸福分享給他們 於是我就回來台灣之後 很幸運的碰上了Tasha跟May 我一直他們兩個都在美國 我還蠻想念他們 我們剛打Skype又沒有人接 然後加入B-side Rabbids 我們把這個小朋友畫的兔子 帶回來台灣賣 帶回來設計成T-shirt賣 原本是只有這一款 那經典兔兔一 現在還持續在繁收中 然後每一件的經典兔兔一 我們都會捐兔兔一 給這個柬埔寨組織 就是221塊 可以支助他們 現在是支助他們每天的11住行 但是之後呢我們也希望說 可以開始走入教育的方面 讓他們能夠 除了在生活方面得到滿足之外 在他們的心靈 然後在他們的教育 甚至能夠讓他們的夢想可以達成 那有人就問我們說 欸那你只幫柬埔寨喔 台灣小朋友不是小朋友 台灣人就不能夠 當然是啊我們也很care 我們所在這一塊土地 所以呢像這個 我們是在台東孩子的書屋 那邊的話是一群偏鄉的小朋友 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資源 沒有得到足夠的教育 甚至沒有得到足夠的愛 那有一群老師就陪伴他們成長 這樣做為孩子的第二個家 然後呢像阿嬤子飛機 這也是在現在目前還正在伴售的 然後是跟那個也是在焦點認識一個 加幼他們的團隊 然後就是幫慰安婦他們發聲的一個團體 所以我們為他也做了這一款土土衣 然後其實我跟他分享說這個小朋友 他跟我一樣 他告訴我他想要當畫家 我希望他能夠真的當一個畫家 在成為畫家之前他已經當了一個設計師 他設計我們身上這件衣服 他設計了他們身上這件衣服 讓他們能夠得到溫飽 而且更棒的是 現在他們的這個設計 已經不只是能夠讓他們自己得到溫飽 他們也能夠幫助遠遠的在台灣的這些小朋友 或這一些組織 或這些需要幫助 需要被看見的人 他們不只是等待被幫助的一群人 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解決這社會上所有的問題 但是總是要起來去做一點什麼 然後我們的初衷就是持續的為這些孩子 為我們這些關心的事物付出愛 然後就只是這樣 這是B-Cheribus的初衷 然後現在要預告一下就是 這一次大家有看到焦點的整個PVD 是一個肩兒的兔子 那其實我們也是很關心說寵物 就是關於流浪犬的一些 然後最近剛好碰上狂犬兵的議題嘛 那我們都很希望說大家不要去丟掉小動物 甚至說不要去打罵 或是路上的流浪犬那些 因為其實真正的問題並不在他們 那至於我們怎麼樣去對待他 這才是我們要去想的事情 不能因為我們是看起來比較高等 我們就去打壓他們的生活環境 我們應該要在同一個生活環境裡面 達到和平溝處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 去看看TMR這個議題 並且在之後我們推出這新款的時候呢 稍微支持我們一下 謝謝 閉嘲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